15个住一次就不想离开的天堂。 国王般的生活 你是否也觉得自己如今居住的城市压力太大,生活水准太高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呢?国外网站The Richest整理出全世界15个只需要月花6万元、2000美金,就能够生活得像国王一样舒服的城市,一起来看看这些城市到底是哪里吧? 尼加拉瓜是中美洲生活成本最低的国家,而Granada也有很多殖民时期所留下的建筑物和风景,这里的文化、风景和购物都很平易近人,每个月的生活费甚至不到3万台币,1000美元。 墨西哥当地最安全的城市之一,三房一厅的房子每个月租金猜不到15000万元、500美元,就算每天过住逛街、吃外食,到海边的泥浪生活,每个月生活费也只需要不到45000元、1500美元。 是许多政府单位所在的城市,城内也有许多的水上娱乐活动,当地天气也非常好房租也便宜,每个月只需要不到6万元、2000美元,就能享受到类似生活在圣地亚哥般的舒适生活。 位于墨西哥的珍瑞斯科州,拥有许多的外类人士社区,因此还可以找到专门播放英语的电影院。 每个月只需要21000元至27000元,700至900美元,就可以租到副装潢的房子,当地公共交通也非常便宜,距离当地的旅游和商业中心Guadalajara也非常近,让你能够用最低的消费过住最好玩的生活。 虽然对于委内瑞拉的治安有些疑虑,可是无法否认这是个很漂亮的国家。 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,国内的经济也不太稳定,可是这里只需要非常低廉的费用就可以租到海边的漂亮房子,如果你也喜爱冒险千万不要错过这里,前提是记得保管好自己的随身财务和护照。 是中美洲唯一使用英文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,消费也不太昂贵,美丽的沙滩和海洋也是吸引人的卖点之一。 如果你喜欢浮潜或水上活动,这里简直就是天堂。 有被遗忘的城市之称,因此这里的观光客不会像别的著名景点那么多。 这里有著壮观的山景和美丽的海景,生活费也非常便宜,还可以在这里购买到很便宜的房地产。 靠近加勒比海的海岛国家贝里斯,真的是游客的天堂国家之一。 在这里每个月的房租只要大概一万两千元,餐厅吃一顿晚餐也只需要大概二百元,每个月只需要准备五万元就可以过得很喜意了。 使用美金作为官方货币的中美洲国家,医疗保险都比美国来得便宜,所以许多美国退休人士都会选择在这里定居。 一个月的房租只需要九千至一万八千元,虽然离海边有一段距离,可是不需要昂贵的生活费就可以过得非常舒适和开心。 不会过于拥挥的城市可以让你实现远离繁忙城市的梦想,房租也非常便宜每个月只需要约新台币一万八千元,保障自己的健康保险也有非常不错的评价。 南美洲超美的国家之一,靠近安地斯珍迈的城市中充满了宁静的气息,气候四季都非常舒适宜人,除了景色漂亮生活成本也比一般的大城市来得低,非常适合在这里长住。 巴黎岛上的一个小镇,是非常适合外国人度假的海岛风景区,除了房价之外就连交通也很便宜,食物选择多之余价格也不贵,甚至只要200元就可以享受到按摩服务,实在太值得了。 号称菲律宾最安全的城市之一,房租比起首都马尼拉便宜了许多,可是其他的生活便利性、医疗系统、文化娱乐享受一点都不比马尼拉逊色。 柬埔寨一向都被认为生活成本不会很高的亚洲国家,尤其在这个海边小镇当中,只需要15000元就能租到一家不错的房子,外食的价格也非常便宜。 文化气息浓厚的小岛,无论是交通、房租还是生活必须的设备都很便宜,加上这里的食物也是世界知名的,绝对是外国人掌住的口袋名单之一。 在这些城市当中,每个月只需要花不到6万元就能让自己过得像国王一样,如果你也想逃离自己居住的城市,不妨参考一下以上的名单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